俄罗斯在2月24日开始了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 俄罗斯军队从多个方向对乌克兰的军事目标进行了打击 如今 俄罗斯和乌克兰还处于激烈交战的状态 而西方则是不断拱火 从北约向乌克兰提供反坦克导弹和防空导弹所看得出来 美国和北约并不希望俄罗斯尽快结束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 美国表现得最为突出 因为美国已经多次加码制裁俄罗斯 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在3月11日下令 禁止向俄罗斯输出美元 这是要让俄罗斯丧失国际支部能力的行动 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交战的时候 法国海军F-734普悦号导弹护卫舰再次闯入南海 根据法国海军公布的消息 普悦号导弹护卫舰在3月11日抵达菲律宾马尼拉港 法国海军F-734普悦号在亚太地区时阴魂不散 从2020年开始 普悦号导弹护卫舰就频繁在南海出现 根据全球防务观察掌握的资料 之前F-734普悦号还曾经与法国海军 一艘攻击型核潜艇配合 在南海展开了战斗巡航行动 2020-3177 全球防务观察阿力 在美国积极围堵和遏制中国的阶段 法国是上村下调 要在中国家门口药物扬威 这是要给解放军上演药的节奏 根据全球防务观察掌握的资料 法国海军在去年不仅仅有导弹护卫舰和核潜艇 在南海的活动 另外还有西北风级两栖攻击舰打击群 闯入南海 展开了战斗巡航 并且与多个国家的海上力量进行了联动 在美国的带动之下 不仅仅法国出动军事力量 英国 德国 河南 澳大利亚 加拿大 日本和美国都有军事力量闯入南海 英国 美国和日本动用了航空母舰 在南海展开行动 加拿大和美国海军还动用军舰 执行了穿越台海的挑衅行动 如此看来 是一个新的八国联军已经有了雏形 因为除了域外国家之外 还有南海相关国家在南海的动作 从西方在乌克兰和俄罗斯交战问题上的处理策略 以及西方国家在亚太地区的动作来看 对于西方不能有幻想 解放军是严阵以待 随时可以对西方的挑衅进行反制 实际上就在把国海军F7345月号导弹护卫舰闯入南海的同时 澳大利亚皇家空军的P-8A海王海上反潜巡逻机 已经部署在琉球加州那基地 并且多次闯入东海和黄海之行偷窥任务 澳大利亚是美国的铁杆盟友 要紧跟美国对抗中国 如今 澳大利亚是一路黑到底 成为了吃中国饭 砸中国锅的典型 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是抱团围堵和遏制中国 虽然俄罗斯和乌克兰在欧洲打得非常惨烈 但是西方国家并没有忘记 在亚太地区拱火和药物扬威 不仅仅有法国海军在南海的战斗巡航 而且 长期有美国海军在南海的挑衅 除了舰艇之外 还有包括P-8A和EP-3E等侦察机的抵禁侦察行动 美国海军CBN-720肯号航空母舰携带F-35C战斗机 正在琉球海执行战斗巡航任务 之前已经进入过南海执行任务 因此对于美国和其余西方国家是要保持警惕的